例題 9.9 其實只是例題 9.8 的延續 我們一起看看題目 首先第一件事,3 cos x 減 1 其實只是普通解方程 先把 cos x 倒在一旁 然後又變成 9.8 的題目 我們首先讀記,讀到 x 等於 71 度 這次留意準確至最接近 1 度 還有我們依然有相同的範圍 所以第一個是 71 度 第二件事,我們需要用 ASTC 去找我們另一個角度出來 我們通常都會有兩個答案 所以第一個答案,向上 71 度 下一個答案,我們說找 cos 正數的地方 A 時 cos 正數 另外 cos 正數出現的地方是 C 所以我們現在要找這個角度 即是上下的反射 所以下一個角度應該是 360 度 減 71 度 所以答案就是 x 等於 71 度 或者 x 等於 289 度 我們這個 ASTC 圖 是不需要畫出來的 所以我們要寫的東西就是這樣 B 部分就是我們一些新的東西 我們說,這次又有 sin 又有 cos 怎麼辦 那怎麼辦呢? 我們要考慮我們的顏色 其中一樣東西,先搬到對面 然後我們說,調位 把 9 送給對面 再把 cos 送回來 所以我們得到了 side x 的 cos 等於 cos 等於負5 over 9 所以現在tan x 就等於負5 over 9 所以現在tan x就等於負5 over 9 好,請否記得如何轉切答案 Tan x 是唯一一個沒有解的東西 我只要記得 就是要加 180 度 所以我們先按第一個答案 那應該是負29 度 然後我們又要借助ASTC這個圖 幫我們找一下答案 -29度在這裡 第一件事,-29度是不符合我們範圍的要求 所以等一下要轉回-29度 另外一樣東西,加180度 就是這裡,穿過來 所以現在其實第一個答案並不是-29度 第一個答案是180度 -29度,就是這個29度 第二個答案是360度-29度 所以X就會等於151度 或者331度 記住聽著你要寫的東西 我們說不符合要求的角度 你就可以不用寫出來 直接寫回轉出來的角度 好,現在幫我試試做即時練習-9.9度 做完之後又幫我試試做下面-7至20題 好,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